那我怎么谢谢你们呢 哎 这样吧 江胜哥 你们今天晚上到我们家 我请你们吃大螃蟹 哎 好啊 好啊 走喽 走 走 螃蟹来了 来 来 小心烫啊 快吃吧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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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孟胜哥 还有上哪儿温叔呢 我跟我说了 这旁边耽误时间 行 那我上去看啊 嗯 咱们先吃 孟胜哥 你怎么不下去吃螃蟹啊 你们吃啊 你们吃好了我就高兴 哎 哥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 紧张吗 你要是说一点都不紧张吧 那我肯定是骗人的 不过我都经过两次高考考场了 这第三回多少能好点 我听我大哥说 哥 你的理想是要考清华 呦 你还知道清华呢 那当然 清华可是咱们中国一流的大学 那你说说 你孟胜哥今年考得上清华吗 肯定能 必须能 行 冲你这句话 我要好好努力 哎 哥 其实我的理想也是考清华 行啊 有出息啊 那这样啊 我先考上清华 然后我在清华等你 行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 去忙下去吧 那我先下去了 嗯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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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喷喷的五香烧炉 香喷喷的五香烧炉 不给不给不给 别抢 抢都不给啊 抢都不给 抢都不给吃啊 抢都不给 你们都把队排好啊 董事长 这怎么卖啊 这烧炉怎么卖都划算 多少钱 一碗五分钱 一碗八分钱啊 外卖这么大一碗 得要一毛钱呢 他们也不可能 拿到教室来卖吧 我们这里啊 还不用你跑腿 想事的赶紧来排队 没钱没钱 不行不行不行 八分钱已经很便宜了 很便宜了 排好队啊 都排好队 香喷喷的五香烧炉 今天刚出锅呢 拿钱啊 把你们的碗给拿出来 把你们的钱都准备好 我要 我要 等我一碗吧 不行 一手交钱一手交炉 快 你们都把碗拿出来 把钱准备好 一个一个来啊 一个个来 好 把钱交到我这里 好 这边这边 给我 别吵了 别吵了 还得排好 一碗八分 你们的人洗洞起来啊 来来来来 可以可以可以 钱给我啊 钱给我 二连 这几天你赚翻了吧 多亏你帮忙 我回去就把挣的钱 撒一撒分给你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不过我想让你帮我个小忙 你说 我一定做的 帮我买烟 那不行啊 买烟会阿嬷的 你不说 我不说 谁知道啊 先生 就这么定了啊 别告诉我大哥 还要你大姐 好吧 小心点好 好 二连找你干嘛 二连她让我放学了 去帮她捡螺 江生呢 在里面呢 教授 还有小脸啊 好嘞 慢点吃 别噎着了 来 把那个带壳的给我 等我以后发财了 我天天吃鸡蛋 我煮着吃 炖着吃 我煎着吃 我煎着吃 我炒着吃 怎么吃也吃不腻 最好和肉一起炖着吃 慢点慢点 别噎着了 大哥 你们那个卖不投的生意 做得怎么样啊 挺红火的 在乡下可受欢迎 大哥 你们现在啊 还是博力多销 进行的速度 还是太慢了 小小年纪 就会吹牛你 我可没有吹牛啊 等我以后等甜的 给你们看看 行了吧你 赶紧吃吧你 生鸡蛋还堵不住你的嘴 嘿嘿嘿 这多好看小蜥蜥啊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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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啊 来 把它展开了 大小都一样 大小都一样 老板 明明姐 一起床啊 明明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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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蜥蜥 小蜥蜥 慢点 我帮你 让一让 让一让 太感谢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德哥 这原本春风纺织厂的 非不投生意啊 可都是我罩着的 也不知道这高海生 使了什么手段 搞定了老莫长长 据说现在这春风纺织厂 所有的废料 都归他一个人 还有 原来跟我交情特别好 那些人 几个工人嘛 也不知道被灌了 什么迷魂堂 说什么 有那闲工夫 还不如多干干活 拿点绩效奖金 德哥 他高海生 断我财路是小事啊 我这是替你着急 你这白白损失多少呢 又不止是他们 闯的肺部头过日子 就是这个 怎么 这个高海生 是个麻烦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各种不同 结实耐用 价格公道 不要付票 拿回家裁一裁 不管是大人孩子都可以用 来 大婶看看这个 拿回去给孩子多点新衣服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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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谁让你在这儿卖部的 有没有爷爷执照 我马上就走还不行吗 我的部头 别打我的部头 这部哪儿来了 别跑 是我纺织厂 他们凭价处理给我的 凭价处理 纺织厂生产的部 属于国家统购物资 没有部票随意买卖 这是什么行为 投计到吧 谁投计到吧 谁投计到吧 你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东西木梢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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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什么呀 谁 谁投计到吧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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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 走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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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女同志 车间不能乱闯 我马上出去 你别往车间里闯 这位女同志 你快点出去 我马上出去 你赶紧出去 这车间不能乱闯 你赶紧出去 别在这儿捣乱 我马上就走啊 你别在这儿捣乱 你快点出去 快上 大连被打头半的人抓走了 什么 打头半 鼻子都挺明的 国家政策刚放松一点 得工就钻 一个个把摊都摆到公社 淋到鼻子底下 胆子都挺大的啊 我们卖的是自己家种的菜 这国家不是允许我们农民 搞副业了吗 就是啊 别吵 别吵 吵什么吵 就是啊 搞副业 搞副业是让你们把菜 卖到国家菜站去 谁让你们在大街上 自展自销啊 有卖菜许可征吗 我们哪有那么多人啊 卖菜许可征 卖菜许可征 这不是办法啊我们 这些东西全没收 还有支付也没收 这不是太多了 凭什么 凭我是平湖公社打头半的 打头半的怎么了 打头半的不要吃饭了 打头半就打击你们这些 投机倒把分子 东西全部没收 所有人留下来 好好寻寻国家政策 哼 我看国家政策 都让你们这些个小鬼 给捣鼓歪了 国家现在就是想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是不是啊 是 你看你们 就会瞎折腾 除了这个 你们还有别的本事吗 你们配吃公家饭吗 你还倒挺横是吧 待会儿就先把你 换到小黑屋 看你还横得起来 给我追啊 他以后到了公宵室 我给你拿点烟喝酒啊 到了打头半之后 你该送礼送礼 赶紧把大连救出来 不用 不用什么不用啊 现在不是毒气的时候 赶紧救大连要醒啊 那个欧阳德 我打过照面 他要讲礼 早就讲礼了 不讲礼 送什么都没用 求求您高抬贵手 东西收了我们认了 求求您放了我们吧 对啊 我们也认了 放了 有啥鬼鬼家呢 想回家 行 罚款一交 每人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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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贵啊 好 那就蹲学习班 好好学习一下 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啊 学习班可不管饭 一日三餐 让你们家人自己送过来 别到时候饿肚子 认打认罚 你们自己去 我们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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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别拼他的 为什么要掏钱认罚呀 把钱都收起 都收起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自己想学习 想蹲小黑屋 别拉着别人啊 乡亲们 大家都听我说 我们这里的人 祖祖辈辈都有经商的传统 有买的 有卖的 童索无欺 价格公道 我们犯什么罪了 为什么要认罚呀 是不是啊 对啊 犯什么罪了 犯过去 那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不让我们做买卖 可是现在呢 政策不一样了 你们打头半半的人 为什么还要借着那套老皇帝 来欺负大家 我叶大连 第一个站出来不同意 对 对 你们和我们就是不同意 不同意 全都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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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乱抓人 干什么呀 不用抓人干什么 抓起来 放开我 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你们干什么呢 放开我 别吵吵了 把他放开 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放开我 怎么回事啊 这公社班子 就在这儿开会呢 你们这么吵吵 这会怎么开呀 你说说 怎么回事 这些投机倒把分子 他们不服装处理 还有那个丫头 还带头聚众闹事 谁闹事了 分明是你们打头半的人 乱抓人 乱给人扣帽子 平白无故地 没收我们的货物 还罚我们的款 要是不交钱的话 就关我们学习班 关我们小黑屋 这村民只不过在街上 卖点农妇产品 这跟大是大非联系不起来吧 这办学习班 不合适吧 大头半干的 是有点过分 回头啊 我好好批评他们 那 书记 你说这卖菜卖鸡蛋呢 咱不管可以 可是这个野打连啊 他私自倒卖工营厂的布料 这属于挖社会主义抢脚啊 咱不能不管 姑娘 物品可是国家计划内的私人 你通过什么渠道早来的 来 海生哥 大连 张书记 我替他解释一下 他卖的布 不是纺织厂的成品布 是作为废品的废铺头 我们这儿有跟厂子里签的 收购合同 您看一下 还有这个 这是订的价钱 还有收据 这都是明昔 都写在这儿 你看 经货渠道流程很清楚 没问题啊 是啊 赵书记 您是公社兴来的领导 您都不知道吧 这些人 天天借着打击投机刀把的旗号 到大街上 随意抓我们这些 做小买卖的老百姓 还让我们给他送好烟好酒 要是不给送的话 就要没收我们的货物 还要罚款 像你们这样的人 配当人民的好干部吗 我 我们也是奉命办事 你告诉我 奉谁的命 办谁的事 说呀 书记问你话呢 我们国家干部 是人民群众的公仆 明白吗 我们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呢 你看你们做这些事 庄庄渐渐 任意妄为 这不光是伤了人民群众的心 更是败坏了我党干部 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明白吗 这件事相关人员 必须严肃处理 好 好 好 早就提醒过你 执法归执法 就算群众不理解 也要注意工作方法 天天跟你说 怎么就是当耳旁风啊 那是他们 你别跟我找理由 作为打头办主任 出了这种事 你就是要负责 你叫我很失望知道吗 你叫我这个公社副书记怎么工作呀 对不起 舅舅 你别叫我舅舅 你这样吧 你先去土肥站待两天 我去那儿啊 你还跟我挑三拣四啊 不是 行 舅舅 你跟上去 你去那儿啊 我去土肥站 到哪儿都一样 都是广固天地 我这会儿好好干 不让你失望 这就对了 无论干什么工作 踏实才是正道 是 您别生气了 来 扑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真的好看 大脸 你手艺也太好了吧 玉瓶姐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等你跟海神哥办喜事的时候 我给你们做一套一模一样的 行啊 这红色的 好啊 大姐 大姐 你刚才再给他们两个 捧上两双窗帘 像陈宇人那样 挂着窗户上 多好看呀 还有 还有 现在好多城里人都爱扑桌布 往桌子上这么一扑 可洋气了 好啊 懂得还挺多 到时候啊 咱们把玉瓶姐的新房 打扮得就跟电影上一样好看 好呀 好呀 不过 大脸 你说你这么好的手艺 要是拿到大街上去卖的话 我觉得会有好多大姑娘小媳妇 抢着药的 我行吗 行啊 试试呗 什么 你要拿废布头做床单和枕套 是啊 咱们现在废布头的生意 虽然做得不错 但是 利润也太薄了 尤其是你 每天得起几十里地 去卖废布头 挣钱全靠一张嘴 两条腿 我想着说 把这些个废布头啊 都缝成床单枕套 窗帘桌布这样的成品 那利润可不止翻一倍呢 好是好 可问题是 这都是手艺活的啊 再说了 你一个人一天能出多少量啊 这我都已经想好了 二连平日里 也就给家里地理做点活 还有就是卫姬 捡罗做烧罗去卖 这以后卫姬的活就让小连去干 这卖烧罗也赚不了几个钱 就让二连别干了 干脆来给我打下手 怎么着我们俩每天之手 也能做出个四五条吧 韩申哥 你以后就专门负责 去收这些废布头 拿着我们做好的成品 去集市上卖 咱们先看看 能不能卖得好 这要是卖得好的话 就让阿财沈来给我帮忙 你说好不好 行 反正啊 我阿爸阿姆都说了 你们家地理的活 他们顺带手就给干了 阿财沈腾出手来 正好帮我 那咱就试试 大不了失败了 继续卖咱的废布头呗 好嘞 走 走 走了 走喽 走喽 快点 这几天你辛苦啊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有什么好辛苦的 你不累啊 不累 很开心了 我认识你吗 有什么事吗 我们大哥想请你吃个饭 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吗 你们请的饭能吃吗 这吃一口还不得上吐下泄的 我说 我们男人之间的事 有你插什么嘴啊 听你这口气 就是不想请我吃这顿饭喽 大脸 少说两句 海生哥 听我说啊 你先回去 他们盯上咱们了 这顿饭早晚再吃 他们要是仗着人多 欺负你怎么办 不敢 光天华人之家他们不敢 行 那我先回去 对 没事 走吧 我可告诉你们啊 你们出去打听打听 我们进步大队打架 那可是从来都不会输阵的 你们要是敢欺负我们进步大队的人 明天就让你们卷铺盖 滚出骗户这个地方 行吧 走吧 海生哥 你可小心点 慢点 走吧 慢点啊 好 走 走啊 大哥 海生兄弟啊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你这气色越来越好了 坐 不瞒兄弟说啊 我还真是有事相求 我就知道这顿饭没那么容易吃 说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是想一块发财呢 还是想自寻死路 你可能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呢吃软不吃硬 千万别威胁我 我这还真不是威胁 我手底这帮兄弟 早就想收拾你了 你可断了我们在春风 防制厂的财路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整个平湖废品市场 十有八九都被你的人颤着呢 春风防制厂这点破铺头的生意 在你眼里就是九牛一毛 你为了这点事着急 你急得过来吗 我这话可还没说完 我手底这帮兄弟想收拾你 可都被我拦住了 知道为什么吗 法治社会 打人犯法呀 再说了 这年轻人一气之下 这事闹大了 搂不住 对你 对谁都不好 你请我吃这顿饭 不会是鸿门宴吧 要不这样 借你的酒 我敬一杯 表示一下感谢 也给兄弟们赔个不是 你们多担待 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干了 够好 海生兄弟 我出来混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多个朋友多条路 少个对头少堵墙 这谁要有了发财的机会 得合作 谁也别忘了谁 你说是不是 您是做大生意的人 见过世面 我这是小买卖 谈不上发财呀 谁说的 那春风纺织厂 可是块大肥肉啊 肺骨头的生意 就是迎头小利 都是我这种 没本事的人干的 您就别琢磨了 好 打今儿起肺部头的生意 归你了 可那整批布的生意 整批布 我 我没明白 你也别瞒我了 你跟那厂厂的关系极好 在春风纺织厂 没有你高海生 去不了的地方 哪怕是仓库 那仓库里可都是他们生产好 整批整批的好物 这要是弄到外面 那就是大价钱 您没开玩笑吧 你要说小打小闹 废不头的事就算了 整批布 从库房里弄出来 这可犯法呀 兄弟得跟我装傻 你敢不敢干吧 我不敢 我是穷 但我没穷到 吃牢房的饭 你要是不敢干 从今儿起 再也别想踏进平湖 这块地 要不然 我这帮兄弟 可保证不了你人身安全 你真以为我怕呀 我告诉你 真打起来 这哥几个不一定好使 我这帮兄弟是打不过呢 可他打得过你身边那丫头 挺厉害小丫头 成天屁颠屁颠跟在你背后 做生意嘛 难免有分开的时候 这万一哪天落了单 还有内贡敲舍离枝花 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兄弟佩服 那姑娘长 细皮那人 美 你动她试试 着急了 这是心疼了 我只是说说 我还什么都没干过 你也看见了 我就是人多事众啊 你高海生就一个人 两只手 一双眼睛 你要护住两个姑娘 你忙得过来了 我还告诉你 只有千年当贼的 没有千年防贼的 那我 那我要 怎么相信你们 那就是得看你了 你怎么保证我不再去骚扰他们 跟我合作 交给你了 将来我们就是朋友 以后你高海生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咳嗽一声就行了 行 我跟你合作 就一回 结束之后 井水不犯河水 兄弟 这话也别说太死了 这条路要是走得开了 咱以后的好日子可就大 没有以后 慢着 你这个人就是极痞 咱都听海生兄弟的 就这一回 是 是 要是行的话 明天半夜两点 工厂后门见 海生兄弟啊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出了门就报警 给我们来个一锅端 那 也别怪兄弟我不信任你 咱毕竟是第一次 真是看不出来 警惕性还挺高的 干我们这行 要万分小心 今晚就动手 今晚 那要是在你手里边 咱不想什么都去 就什么都去 事不宜迟啊 我 春风纺织厂保卫科吗 对 这里是春风纺织厂 你听清楚了 你们厂子呢 你们被盯上了 今晚你们厂仓库 会遭贼 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们厂子 被贼垫记上了 你是怎么着的 喂 喂 什么人报的信儿 不知道啊 他没说是谁电话就挂了 是个男的 什么人会打这种秘密电话 会不会 纯心跟我们捣乱呀 不好说 我觉得吧 这事儿还是谨慎一点 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长长要不这样吧 晚上呢我们多安排几拨人 在仓库附近守着 看看这事儿 那情况见机行事 没必要这样吧 我可警告你 别耍花样 这么多人我怎么耍花样 多小点声啊 多小点声 大人 走 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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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走了 好小子 走 回厂里 好 好 好 海生啊 莫小小 过来坐 折腾了一晚上饿了吧 我刚上食堂给你煮了碗面 趁热吃吧 我说你小子呀 煮也太大了 你就不害怕吗 要不是宝贝壳的人去得及时 你可就吃大亏了 别提了 我也是无奈 庄庄庄 你说做点事怎么就那么难呢 行了 现在你人没事就行 快吃面吧 庄庄 谢谢你啊 吃饱了 吃饱了 回去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 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 海生 我相信你 一定能干出一番大事 吃饱了 谢谢小小 这面真好吃 吃吧 婶儿 您都不知道吧 今天公社都已经轰动了 都在说海生哥有勇有谋的 雨萍 是吧 我也是听海生跟我说 现在想起来都后爬了 幸好啊 公安去得及时 哎 现在想想 心里边还扑腾啊 刘一首这帮人 他们明面上是受破了 实际上啊 是找机会去哥家 偷鸡摸狗 这次 落在海生哥的手里 他们真是活该 活该什么 你兴奋什么 哎 你说你都这么大了 你光长年纪不长脑子 是吧 啊 一个女孩子这些日子 在平湖那边 抛头露面子做生意 她得提防 刘一首这样的坏人 这么大事 不知道跟家里说一下 没什么啊 哥 这不是由海生哥 一直保护着我吗 再说了 也有时候他们 就喜欢欺软怕硬 哎 这下被抓了 可好了 咱们今后在平湖做生意 再也不害怕被人欺负了 还今后呢 大林啊 你听我一句啊 现在包产到户了 家里日子好过了 不需要你一个姑娘家 在外面做生意 你说以后再碰见 这样的坏人 真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大林啊 你还是小心点啊 啊 哥 你怎么总是这样啊 思前想后的 哎 这人人要是像你这样 做什么事情 先想到困难 那咱们以后 还怎么做事情啊 人家公社的赵书记 都说了 咱们年轻人 在外面做事情 就得有闯劲 胆子再大点 都不用害怕 大脸 少说两句 大哥也是为了你好 你一个女孩子 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 我才不怕呢 海生哥 这以后啊 做生意 我就听你的 听你的安排 你给我妹妹 灌什么迷惑的 灌什么迷惑的啊 刚刚说了啊 做生意让你点安排 你安排安排 我跟你说 这以后 谁要是说得对 我就听谁的 我要是说得对 你们也得听我的 这就叫做民主集中制 我赞同 民主 说时迟 那时快 我大哥一个小堂腿 就把那贼头 踢到赛地 他把手中的铁锹 一轮 架在那贼头的脖子上 大好道 敢偷窃国家财产 只要有我高海生在 你们休想得成 我大哥啊 但是极恶如仇啊 敢跟坏人做斗争吗 厉害吧 佩服吧 合生 你该不会做的是假的吧 对啊 这你还不相信啊 我大哥 英雄气概 坏人见了 闻风丧胆 合生 我跟你说 刚才我在床上 看到那个 四班的装大壮 就是个子特别高 踢球特别狠的 那个家伙 就他那傻大哥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刚才我看见他 把香烟拆散了 卖给值班室的人 这不明白 抢你生意吗 就凭他 抢你吧 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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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我绝对考验 四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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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便宜了 张大正 你敢抢我生意 什么抢不抢的 你能把香烟拆散了 卖给别人 我就不行 这明明是我先想出来的 你看我生意好 赚了钱 你眼红 我眼红是吗 我又没得红眼病 谁不知道零售 比皮花赚得多 这道理啊 还有你教我 你算哪根冲啊 闪开 你敢抢我生意 你敢推我 你 找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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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和生这个事呢 我们也研究了 念在这除份 给个除份就行了 阿牧 好 怎么了 大生 孙校长来 说一下他们的事 是 跪下 都跪下 我每天在外头忙活 为了谁呀 为了谁 八把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是希望你们将来有出息 有一天可以离开这个小地方 读大学 做一番大事业 可是你们呢 怎么那么不争气啊 阿牧每天 起早贪黑 累得连腰都抬不起来了 你们不心疼吗 不心疼吗 你们这么做 对得起谁呀 说话 我就想挣钱 我没错 没错 你披养了是吧 你披养了吧 我哪儿错了 大哥 我哪儿错了 大哥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看好和生 您要打就打我 你们俩长本事了是吧 会顶嘴了 我就想挣抢养家 我哪儿错了 我不想看着阿牧腰不好 还得去田里 我不想看着你每天那么辛苦 你 一个五块八毛三 我每天时间都会数一遍的 我要给大哥还债 是吧 是 是 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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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